你好 金山老师 让我们聊点什么 是这样子的 我今天的话是想跟你聊一下我家庭方面的事 你多大了 29 说吧 我跟我现在的丈夫是二婚 是你二婚还是他二婚 我们两个都是 重组家庭 他多大 他比我大两岁 三十一 你俩都是离婚 对 然后我们两个都有孩子 然后我都是个男孩跟我前夫 他的话也是一个男孩 但是是跟着他 然后今天刚刚下班的时候 本来我们两个人结婚已经两年了 夫妻感情非常的好 公婆之间关系也非常的好 就是今天下班的时候 我们家那个插座 然后那个出现问题了 然后我老公就开始修东西 然后说那个柜子里面有那个东西 让我给他拿一下 本来那个柜子是锁着的 给公公打了电话之后 拿了钥匙 打开之后 我翻东西的时候 就翻到了他前妻的相册 本来那些相册的时候 我们结婚之前 然后都已经处理掉了 然后这本相册 我之前还见过 然后本来我已经 已经就是扔掉了 可是它又出现在 我公共那个柜子里面 就是放比较重要的东西 那里面什么存值啊 什么这 比较重要的东西 才会放到那个柜子里面 然后我发现了之后 心里面就是有一些 接受不了 有什么接受不了呢 我就觉得 他们都没有放下 哦 有相册就是没放下吗 你的理论就是 有个相册就没放下 经常觉得 你怎么这么自私呢 他在好赖的 他那个前妻 无论他什么原因 干什么的之后 你为什么离婚呢 我 因为你 那个夫妻感情不合我们 我之前跟我前夫是 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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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一见钟情 也可以叫 闪婚 往往闪婚 现在怎么很多年轻朋友 都拿着这个说事呢 找个大的 就是什么什么 忘年交 就是什么恋父恋母 这一干什么离婚了 你这还没什么 你这就叫莫须有的原因 你就离婚了 他为什么离婚呢 他是因为他前妻在外面有人了 是啊 一个女人在外面都有人了 一般这个男人 他就不会再和他祸了 那么你这个丈夫 他把他给 或者说 是你公公 给孩子 给孙子 或者留的这个相片 或者什么 或者你丈夫 他有他这么个相册 他觉得给他扔你 扔他爸爸那儿 省下刺激你 你首先应该理解人家 你说他就有他这么个 如果说我公公 他提前跟我说 明白说这个相册 是我想给这个孩子 这个就是没说又怎么着呢 你又不是包公检察官 就是没说 有这么个东西 按道理讲的话 你就装作看不见不就得了吗 你这就是你俩感情太好了 为什么好了以后 这个人就是这样 好了以后就无始生非 他不是说好上加好 像正因为感情好 知道他没别的事 他本身就是他儿子的 他的儿子 我们都生活在一起 相当于就是 儿子他妈的一个什么东西 我介意这干嘛呢 他就自个拿着也无所谓 你大方向你得把握好 本身你俩感情挺好 一直你也说了 两个人都两年了 还是如胶似漆的感情很好 你说一个这个算什么呢 你这不就是没事找事吗 哎呀 经常发现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就是这样 哎呀 有日子不好好过 为什么呢 说白了 还是没有压力 还是现在的生活太好了 吃饱了 撑的以后啊 无事生非 说白了 这个人就是这样 如果要是 你像西方人 经常发现 人家很容易满足 工作一直有着 就挺好了 哎呀 各种费用能够支出 人就挺知足了 我们中国人经常发现 很多人就是不知足啊 得拢望鼠啊 太贪婪 你想想你 大前提是 你俩感情一直很好 那么他弄了这么个相册 扔到他爸那工具箱里 足以说明 可能他或者不一定怎么着 闪下这么个东西 闪下这么个东西之后 他再好赖的 他俩毕竟做过夫妻 还有个孩子 你说他真是 狠到那个份上 再者说 还是他妻子背叛了他 那说明你找的这个丈夫 这个人 还是挺会做人的 他不原谅他的 这种出轨 的行为 但是他不一定 非得拿这个照片去解恨 你这个做人啊 不要太苛刻了 小的吗 你才29岁 学会宽容 小的吗 本来这个相册 确实不是我老公放的 然后今天 把发生 你瞻扑摸着 这不说吗 有可能就是 他爸爸或者说 包括你老公 万一他检查出东西来了 说别搁我这儿 或者他爸说 扔我这里边 把工具箱里吧 这怎么着的 反正那是谁的个相册 这个照片就这样 大家 这个无能的人才会 拿着这个发泄 就是发现了 按道理你发现了 你都不应该这样 让他处理了 你还给他不就得了吗 他的照片 你让留着不就得了吗 这个烧了算咋回事 所以说 我们现在有些人 不会做人就在这 你就是 包括你俩在一起 这个男人要是守着你 为了向你表白 对他的照片搅了什么 这才叫无能的 像一个女人表白 没必要做这些事 不是说厚此薄彼 我对你好 所以说我特别恨他 怎么着怎么着的 这都是无能的人 才搞这种攀比效应 你这样跟你老公说起来 就这样 就这样 就这样败坏你前 前夫啊 你和你老公 和你现在的 丈夫说起来 就败坏你前夫啊 闪婚 他这毛病 那毛病 就这样讲 从来补 从来补 你这不是会做人吗 你也知道 你这样说起来 你这个女人 太差劲 你都会像生孩子了 回个头来 他怎么坏怎么坏 他越坏 说明你这个人 也不咋地 你怎么找他呢 尤其是拿闪婚说事的 金山讲过 拿闪婚说事 就说明这个人 更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明明你知道是闪婚 过去的时候 还可以原谅 过去叫一见钟情 哎呀 一见钟情 结果是没能把控好 现在好嘛 很多懦夫 为了给自个解释 为了给自个开脱 我们闪婚 谁让你闪婚的 又不是国家规定 说必须得闪婚 所以说不能拿这个说事 拿这个说事 本身就是一种 无能的表现 记住了哈 这相册 说明不了什么 也没必要去追究这个 其实是我公公说 他如果是想给孩子 留个念想 才偷偷的把这本相册给 那当然 这样做就对了 你这 他的儿跟着他爸爸 你说他连他妈知道 这有必要这样吗 中这种仇恨吗 他妈要做人不行 他爸爸可以 在很多方面 让儿子不要 不要去干什么 他 但不一定就不记住 这个人了 他没有这个人 也是他生的的 有必要这样做人吗 缺点就是缺点 不能拿着别人 这个相片发恨 晓得吗 这没必要解释了 你公公给你解释 就有点 你这就做得有点过为了 你看见都应该装 看不见就完了 没必要去追究这个的 所以说你才29岁 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 要学会经营婚姻 还有什么问题 就是这一点特别困惑 然后我就一时间就想 找一个老师 给我开导 记住了 这个问题不值得去困惑 没有必要 你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你俩的感情怎么样 只要你俩的感情好 甚至他一天给他对象 打几个电话都没关系 他爱打就打 夫妻之间 金山讲过 最基本的东西 得相互信任 这是最基础的 这是最低界面的婚姻了 对相互的信任 晓得吗 在高一个层面 相互的理解 你连这点信任都没有的话 谈何幸福 谈何感情啊 晓得吗 以后呢 再就是 再婚之后 尤其是 你俩现在还都年轻 要学会珍惜 不要觉得两个人感情挺好 就万事大吉了 好 可以让他好上加好 就像西方人对待技术的要求一样 经了以后 精益求精 我们不是说好了之后 我得找点茶了 我这就挺好 你为什么要找这么的 这就是怎么着 一直惦记着找茶 这就是一个素质问题 修为问题 所以说记住了 这算不上事 不要再往心里割了 往心里割点正经八百的事 别割一些烂把气糟的东西 烂把气糟的东西太多了之后 正经事就割不进去了 知道吗